上周五,土耳其货币里拉突然崩溃,一间暴跌20%,强势的总统埃尔多安随即表态,这是针对土耳其的经济战,并号召国民团结起来保住稳币汇率。 与此同时,埃尔多安随警告土耳其商人,不要急着去银行把外汇取出来,他对商人喊话说,你们应该知道,让这个国家活下去,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,也是商人的责任。 埃尔多安重申,这场危机是通过汇率攻击土耳其经济的行动,土耳其一定会挺过来,经历过未遂政变的埃尔多安还直接把这次货币危机称作,是试图推发他统治的另一场阴谋,必须予以坚决反击。 埃尔多安讽刺说,他们用挑戏和政变达不到目的,现在又试图用钱来达到目标。 不管这次里拉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,事实已经发生,埃尔多安必须想办法解决,光靠激情澎湃的演说似乎是不行的,有分析人士建议土耳其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忙,但强势的埃尔多安一口回绝,甚至等于放弃土耳其的政治独立。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?埃尔多安已经下定决心,让土耳其安行来到底,向金融系统注入巨额流动性,以稳住绿拉的汇率。 如果不寻求外部帮助的话,土耳其能否打赢这场经济战,就看该国安行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